女住戶撞见男子 意图骚扰男童 狠狠把男子教训一顿 男子被证明正义姐骂到无地自容 本来想搭电梯离开 后来跟随放弃 沿着车道迅速落跑 发现男子消失在眼前 男童这才害怕地 依靠在正义姐的旁边 正义姐则是一把将她紧紧抱住 不断安慰男童 要她别害怕 男子当时牵着男童 进入到这个地下提升场 已是看准这里是地处昏暗 准备侵犯男童的时候 刚好住户要下楼牵车 发现男子的行为 住户是立刻大喊 先生你在干什么 男子听到后 是立刻吓得落荒而逃 上周五放学时间 男子疑似随机搭讪男童 将他带到住家附近 没有门禁的大楼地下停车场 两度骚扰男童 找到对方抗拒 听到疑似有争吵声 女住户发现不对 上前赶走男子 再带着男童回家 请对方父母报警 会啊 但是觉得很可怕 还蛮危险 住户听到疑似有男童 被陌生男子骚扰 不免感到害怕 而根据了解 男子年约三十多岁 警方抓到人后 对方坦诚有骚扰男童 讯后被依性骚扰防治法含送 直到白天 男子疑似在校门口附近 搭讪涉事卫生的男童 家长不得不提高警觉 记者新北市中文报道